在家里面到底怎样才能把这个鱼头炖的好吃入味,一点都不行呢? 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,你看清理干净的大鱼头,咱们从中间给它剁开。 锅里面油烧热了,再下入八毛钱的五花肉,把这个五花肉炒至变色了,下入葱酱蒜,干辣椒和大料,炒出香味了,加上半勺的黄豆酱,大半勺的生抽,再加一点老抽调好颜色。 最后加蚝油,提个鞋,然后把鱼头下锅,把一面煎至入味了,然后给它放个个。 我每天都用心的叫做菜,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呗,非常感谢。 加上半瓶没过切的啤酒,剧情又增香,再加入蘑菇鱼头的清水,放上一个酱辣椒更加的体味,加上少许的精盐,鸡精,再加上一小勺的白糖。 开锅之后转小火炖30分钟,炖制的时间到了,加上点大豆腐啊,再放上点小宽粉, 再给它炖上10分钟,还有些,看看有没有食约,千万不要够欠啊,就这样大伙收干汤汁了,就好了。 就这餐儿你看看,能不能把皮鞋给咱们喝掉了不。